所以回來 當然就要居家隔離喔 不對 簡易 小編這個很仔細的叮嚀過我 簡易跟隔離還有自主管理是不一樣的 居家隔離 隔離這兩個字是 我覺得它的等級是最高級 大家好 你記得上一集我講我女兒從杜拜千辛萬苦回來 所以回來呢 當然就要居家隔離喔 不對 簡易 小編這個很仔細的叮嚀過我 簡易跟隔離還有自主管理是不一樣的啊 如果你居家隔離 隔離這兩個字是 我覺得它的等級是最高級 就是說 換言之呢 你有認識的人 又或是你接觸到 或是說你在同一個環境裡面有人確診 然後他就會來通知你 他來通知你 可能你就是 你是同班同學啊 同個辦公室啊 同個學校 還是你去什麼路邊攤啊 什麼啊 人家剛好有搜尋到 你也是在裡面 那你就至少要居家隔離14天 然後呢 居家簡易是什麼 居家檢疫就是從一開始 從大陸回來就是你要在家裡14天嘛 那這個規範就有很多啊 你跟家人啊 或是怎麼樣 保持一定的距離啊 然後不能互用這個公共的東西啊 等等等等之類 對 像我女兒那時候回來就是 已經政府已經頒布就是說 凡國外回來都是要回家 居家檢疫 居家檢疫 居家檢疫有一個人而已喔 你要乖乖不可以趴趴走喔 一天一千塊 十四天萬四塊 可是我跟你講喔 其實講實在話 大家說 自由自由 自由什麼了不起 自由真的很了不起 你被限制 他就是被限制在 他的房間裡面 等一下我有這個東西放給你們看 哇 剩下七天 又到了我們數算日子的時候了 溫馨隔離中 還剩幾天 喔 五天了 五天了 溫馨隔離中 應該是簡易 這樣又被隔離 哇 剩下四天了 耶 現在要有 五千 我來看看 哇 不簡單啦 剩下 明天一天還就出關了 耶 然後他洗澡完 他洗澡完 他 我們家有兩件意識嘛 那這幾乎就是他用 用 我們還要幫他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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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 搞白水 就照政府的這個規定這樣去做 都還要很細心 然後呢 他的門口我們就擺個椅子 然後呢 他把音響放在前面 然後用Google小姐跟我們講話 等一下你們看一下就知道 小姐回來了 要幹嘛 請問今天的款待還滿意嗎 今天的款待還滿意嗎 還不錯喔 有什麼還需要改進的呢 好的 那 像我們呢 像我們跟他住一起 但是我們有隔離 我們有一段距離呢 我們叫自主管理 小編兒 什麼叫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 戴口罩 戴口罩 沒有自主管理要戴口罩 就是自主管理喔 盡量避免到人群當中 所以我們那幾天喔 我們來到那個辦公室 都是 好像那個小偷一樣 埋著頭 然後進來 趕快看一看一看 重要事情處理一下 幾乎都 所有事情都在線上處理 但是 因為我們 你知道我們家有一個 愛妻兒 愛妻兒就是 神經障礙的孩子 他們學校也規定 就說 你們家有親戚 從 國外回來 現在在 居家檢疫當中的 你也不要來 哇 我跟你講 神經障礙的孩子 擺在家裡 他真的會很可憐 沒地方去 我們就是 趁著 白天 然後就是 開車就帶他到 戶外 開車到戶外 那幾天就是 開車到戶外 戶外 一方面 我們戴口罩 二方面也影響不到人 今天應該是 可喜可賀的日子 因為 晚上就可以出關了 他應該是迫不及待 這個 從Dubai回來的 美女 終於 結束了14天了 辛苦辛苦 終於還是14天 過了當然就是 出來了 我最近 上一個課 那這個醫生 他就講說 醫院 除了就是 有想 發射什麼 會有懷疑的 那個部門 會比較 樂弱一點 其他 然後蕭條的蠻多 但是呢 有一科呢 仍然 樂弱 身心科 就是憂鬱 有的 洗手洗到肉皮 然後還有的就是 疑神疑鬼 我常在研究這個心態 然後 事情都有兩面嘛 對不對 有兩面 不是兩面喔 有兩面 兩面 你自己想看 這個是我生活的獲得 辛苦後面一定要有 或是說 這個 這個 一件事情它一定有兩個層面 有時候我們往往看這個層面 你就看不到另外那個層面的祝福啊 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六十幾歲 開白牌的 計程車司機 就過往 一開始找不到呢 後來怎麼想怎麼想 就是他載過一個台商 啊因為一開始那個那個 衛父過是不是 在確診 他沒有懷疑 他說 火砰亂跳 完全沒有一點病因啊 但後來就是真的找不到 為什麼他會死掉 唯有這個是台商 唯有的 這一個人是有 不是懷疑啦 有可能 他就把他真的是抓去 這個抽選 啊有餒 他真的是很低很低的陽性反應 好 我話說到這裡 你又說 好運的中心 判運的中心 其實是 不盡難 就是說我們對生命要有一些 擴達就是 你 你就是兩面嘛 你看不開 看不開 看開 你可以選擇吧 可是 選擇看開跟看不開 就完全不同的 這個這個這個方式會出來 就是說 好那你 你現在在疫情這個 當中 你怕死 我覺得 你要想怕什麼 怕死 其實我 我還要很認真跟你講 我們生下來就是 在往死的方向跑 同意嗎 好 老趙看起來 年輕也過半百以上 我常常就想 我們也是往那個路上 那個方向奔跑 但是 那你如果是這樣想 是負面的 你一天都過不了 但是 不是 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讓你的生命更精彩 那更精彩裡面 最重最重要的重點是 你能夠給予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如果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聽好 我講三次 你如果說 能夠讓 愛 來取代害怕 舉例 對不對 最近很多的國家 我們都看到 他們怎麼樣去祝福這些防疫人員 對不對 送了很多那個 奶茶 還有 你像義大利他們 還有什麼 這個 下班 他的鄰居是醫生下班 就大家打開窗戶拍手 你想想看 在那個moment 我常在想 在那個moment 拍手的人的感覺是怎樣 他一定覺得說 我也有能力 給予 同意嗎 你如果今天沒有疫情 你不知道自由那麼的可貴 所以你要更珍惜自由 你 你 你會更珍惜 人家的付出 你會更珍惜 你在所有裡面的 關係 同意嗎 第三世界大戰 是同一個敵人 但是這個敵人 也可以帶來 給我們從負面裡面看到正面 怎麼樣祝福我 機會難得 大家要把我 每天笑嘻嘻 要清洗手 開口罩 好 老趙 跟大家 這個祝福一下 在平安當中 把所有的 這個 困難 讓他 變成化妝的祝福 謝謝各位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